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驱动里面的MMAP映射机制 整个这个课程的话呢,我们分为三次三次三小节 那么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呢,它是一些基础知识 这些基础知识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后续的内容 那么第一节的话呢,我们来讲解Linux内存映射的机制 第二个呢,我们来讲解一下进程的它的虚拟地址的一个管理机制 第三个呢,我们以一个实例,以一个例子呢,来讲解驱动中的MMAP的实现 并且在这一节里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比较用ReadWrite操作和用MMAP操作 它们的一个效率方面的一个对比 那么最后呢,我们使用MMAP呢,来操作FrameBuffer设备 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演示目的 关于FrameBuffer设备呢,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面呢,会专门讲到它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就,我呢,着实想让大家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MAP它的一个使用效率是怎么样的 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小节Linux内存映射机制 我们先来看一个PPT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大家以前呢,有些同学呢,可能写过单片机的用程序 那么在我们单片机里边写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在程序里边呢,操作的就是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就是这张图里边讲的 因为这个MMU呢,它是一个内存管理单元 内存管理单元 那么在早期的,在早期的单片机系统里边呢 那么它是没有MMU这个器件的 所以呢,所以它的访问呢,就是这样的 那么外设包括物理内存等呢,它所有的部件呢 使用的都是物理地址 那么这些地址的话呢,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通过datasheet呢,就可以得到 那么在datasheet里边呢,得到的那些地址呢 全部是物理地址 那么在程序里边呢,那么CPU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物理地址呢,来访问外设 这里边的外设呢,就包括实际的物理内存 所以在我们的单片机系统里边 也就是没有MMU的系统里边呢 我们访问这个外设或者内存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直接使用它的一个物理地址 你物理连接上,你这个内存映射到哪里 那么我们呢,就通过这个物理地址来访问 这里边的内存或者外设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最早之前的 在单片机开发里边呢,没有MMU的使用情形 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 那么现在的话呢,最热门的芯片呢 就是我们的ARM芯片 那么对于ARM芯片来讲呢 它呢,也是有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对于ARM呢,它也是从ARM7,ARM,ARM9,ARM11 然后到现在的Quotes A8等等等等 那么最早的ARM7呢,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单片机呢 是一样的,也是没有MMU的 所以在ARM7,在最早的ARM7系统上呢 那么它呢,也是CPU直接来访问物理地址 或者外设呢,来操作的 那么从ARM7以后的ARM芯片上呢 那么都集成了MMU这个器件 那么有了MMU这个器件以后呢 那么CPU呢,就不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地址来访问外设了 那么它呢,访问过程的话呢 就加了一层,加了一层 那么对于带MMU的器件 并且开启MMU 那么它的访问流程的话呢 就变成了这样 那么CPU的话呢 它不是直接访问外设 它呢,是发出一个虚拟地址 那么这个虚拟地址的话呢 会交给这个MMU做一层转换 这个MMU做转换 转换成一个物理地址 然后呢,才能够访问到实际的一个内存 或者说外设 所以这里边看到 这个MMU呢 它就位于什么呢 相当于说中间割了一层 它呢,会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转成实际的物理地址 然后通过这个物理地址呢 才能够去访问实际的一个外设 或者说内存 这里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随着软件技术的不断提升 尤其是随着进程的流行 那么在Linux系统里边 为了给进程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地址空间 那么就需要使用一个这样一个虚拟地址的一个技术 因为有了这个虚拟地址以后呢 那么在我们的Linux系统里边呢 为每个进程呢 它都分配统一的 并且是相同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做到什么呢 做到各个进程呢 无差别化 虽然它们无差别化 但是呢 因为有了这个MMU 并且和我们之后讲的这个夜表运程的机制 那么虽然每个进程 它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们的夜表不一样 所以呢 它们的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是不一样 所以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可以做到我们的进程 我们的进程和物理地址的一个无光化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MU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么这个MMU呢 它的全程是什么呢 内存管理单元 它呢是简称MMU 它呢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物理硬件 它是一个硬件啊 它这里边也必须是一个硬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它是一个软件 它是个软件转换的话 那么首先这种转换 这种转换呢 就会见低我们系统的性能 因为假如说每CPU对每个外设 包括每个内存地址呢 它都经过这样一个软件的转换 那么这样呢 必然会降低我们系统的性能 所以这个MMU呢 它是一个硬件的器件 正是因为它是硬件的 所以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我们CPU的访问呢 是没有延迟的 那么这个MMU呢 它呢第一个呢 是负责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这是第一个啊 它是一个虚拟地址 这个虚拟地址到实际的物理地址的转换 那么第二个呢 它提供了硬件机制的一个内存 访问全项检查 这里边我们看到了 这个转换是通过MMU转换的 既然CPU呢 它要想访问外设 必须呢 要把虚拟地址转到物理地址 而虚拟地址转到物理地址呢 必须呢 要通过这个MMU来操作 那么呢 MMU呢 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转换过程呢 来限制什么呢 对外出的一个访问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既然说这里边有一个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转换过程 那么这个转换 它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可以想想一下 可以想想一下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来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减法 做一个减法 减去某一个常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呃 这种映射是可以的 用映射也可以 好 我们来看这 那么虚拟地址转成物理地址的方法呢 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呢 是用确定的数学公式进行转换 比如说 呃 它讲去一个常量 那么得到物理地址 比如说它加上一个常量 得到了物理地址 或者说它再怎么怎么怎么 反正就是用数学公式转换 那么第一种的话呢 可以实现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用表格存储 虚拟地址对应的一个什么呢 对应的一个物理地址 呃 那么我们的tiny220的话呢 它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并且呢 根据每次转换时 查表的次数呢 分为一级页表方式 和二级页表方式 这两种 呃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以这张图呢 来看一下 呃 它的这个呃 二级页表映射的机制 是什么样的 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呃 左边 右边这张图 呃 那么这个右边这张图的话呢 这个一页的话呢 其实呢 是什么呢 是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实际的一个物理物理空间 呃 在我们的这个 内核里边呢 它是怎么样 管理这个物理物理地址空间呢 它是这样一个管理方式啊 比如说我们系统里边有128兆的物理内存 呃 128兆的物理内存 呃 那么内核里面怎么管理呢 内核里面首先呢 会把这个128兆的物理内存呢 分成什么呢 分成4K的块 4K的块 呃 那么这个4K的话呢 是一般的做法 呃 有的系统里边呢 它有可能是8K 呃 那么我们呢 就以4K为例来进行讲解 呃 那么呃 分成4K的块 分成4K的块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120 比如说我们呢 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呃 这个物理内存 它的一个物理旗席地址呢 是比如说是0s 呃 12345678 呃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它是一共是什么呢 一共是120 128兆 呃 那么 那么它呢 系统呢 会把这个这么大的物理空间呢 它给它分成4K4K的一个块 4K4K的一个块 4K4K的一个块 呃 所以呃 所以这个呢 就是4K 然后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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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次一次 全部4K 啊 那么分成4K一个块以后呢 然后呢 它用什么呢 它用一个结构体 那口里边有个结构体 叫stract 呃 page stract page 呃 用这个结构体呢 来描述这 一个一个4K的块 呃 所以呃 这个4K的块 用一个stract page 这样一个结构体来描述 这个4K的一个实际的物理块呢 也用它来描述 啊 记住 这里边这个都是物理块 都是物理块 都是物理块 而这 而这个呢 这个我是举个例子 那么这个呢 也是内存里面 就是我们的物理内存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起始地址 啊 它呢 也是一个物理地址 那因为你的系统 设计成型以后的话呢 其实它的一个呃 物理内存的地址 其实地址呢 是已经是确定了 并且这个地址呢 它一定是一个物理地址 啊 那么 联系统呢 它怎么管理这些物理块呢 那么它就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物理页面呢 通过这样一个4K4K 分成一个一个块 呃 所以我们来看啊 这个第一个4K来讲的话呢 它的物理地址呢 就是什么呢 0X12345678 到什么呢 到哪呢 到0X什么呢 0X1234 这个下面这个5678加上4K 呃 我们这样不太好算啊 我们这样好了 呃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是一个比较容易容易编写的地址好了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呃 其实的物理地址是是0X什么呢 0X7000 0X7000 好 那么呃 对于第一个块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的它的提示地址呢 就从0X7000到什么呢 到0X7000 呃 然后4K的话呢 是多少呢 呃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是4呃 到什么呢 到0X呃 1什么 10 呃 0 0 呃 所以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第一个块的话呢 它的物理地址呢 就是0X7000 7后面7个0 然后到0X7000 呃 到7 0X7000 1000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块 那么这个slut的配置呢 就用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实际的物理 物理块的它的一个结构体 呃 所以在这个配置里边呢 它会就会记录每个块 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起始地址 和它的一个呃 结束地址 那么这第一个块 那么第二个块的话呢 那么它呢 就是起始地址就是0X7000 10100 10000 一次类推一次类推 那么128兆的话呢 那么它呢 呃 就有 就会把这128兆的这个内存呢 用一个一个4K的这样一个块来管理 所以呃 最最后内核管理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这个strut page 这样一个结构体 每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都用来管理什么呢 管理每一个这样一个4K的块 这样4K的块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呃 概念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呃 所以这个右边这个页 这个页 这个页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这里边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呃 那么内核 它管理物理内存的时候 它把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这样一个块呢 叫一个页 一个页 一个页呢 是4K 并且每一个页呢 都会用一个strut 配置这样一个结构体来描述 无论 所以在内核里边 或者在驱动里边 你看到这个配置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你就应该想到 这个配置呢 它表示的就是实际的一个 物理内存的一个页 呃 那么呃 我们从上往下看 我们来讲解一下 内核里边怎么样 把这个虚拟地址 转换成一个物理地址 呃 首先呢 从上面上面呢 是一个线性地址 是一个线性地址 呃 那么这个线性地址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虚拟地址 这个线性地址呢 它是0到31 是32比特 为什么是32比特呢 因为 那么我们的Colus A8呢 它是32位CPU 那么32位CPU呢 它能够引出的虚拟地址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32个地址项 啊 所以呃 所以它能够表示的虚拟地址呢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32位的一个虚拟地址 呃 那么呃 在这个mmu里边呢 它会把这个 32位的虚拟地址呢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的部分 一个一部分 它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directray 是表示目录 然后呢 是table 然后呢 是offset 呃 那么这个offset呢 它是0到11位 0到11位的话 就是低12位 呃 那么对于这个table的话呢 它是12到 呃 21位 12到21位 那么12到21位的话呢 其实就是10位 就是中间10位 那么这个directray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高10位 高10位 呃 所以mmu转换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把什么呢 首先会把cpu 呃 发给它的这个 呃 首先会把这个cpu 发给它的这个 这个虚拟地址呢 把它把它分成这个三段 分成三段 ofset是一段 table是一段 direction是一段 呃 这个offset呢 它是12位 那么12位的话呢 呃 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4k 就是4k 呃 那么这里边为什么是12位 为什么4k呢 那么这个4k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呢 讲的这个4k呢 是对应的 这个4k是对应的 呃 所以从这个4k呢 你也可能可以想到了 那么这个映射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地的映射 它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一个一个4k的块来映射的 块来映射的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4k内部的一个offset 那么这个mmu映射的时候呢 那么它首先呢 会把这里边的这个值啊 因为它分成三段 那么最高段呢 是一个direct rate 呃 然后呢是table 然后呢是offset 那么它呢首先会把这个值呢 取出来 取出来 然后呢 以这个值呢 为索引 来查看这个夜目录表 夜目录表 呃 那么这个夜目录表呢 夜目录表呢 那么每个进程呢 都有这样一个夜目录表 呃 夜目录表的话呢 它里边呢是有什么呢 有一共有1024线 1024线 它是一个表格嘛 那么表格里边呢 就是一行一行的数据 那么它里边呢就有1024线 呃 那么呃 这个夜目录表 它的地址在哪里保存呢 那么这个夜目录表的地址呢 就在这个呃 CR3 在这个基础里面保存着 呃 所以呢 这个MMU工作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从这里边得到值 那么这个 以这个值呢为索引 来查看夜目录表里边 这个索引所指向的 这一项里边的内容 呃 那么这个 这个夜目录表里边呢 它里边的每一项呢 它呢 又是一个地址 又是一个地址 那么它的地址呢 就指向什么呢 指向了相应的一个页表 相应的页表 所以通过这一项呢 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一项呢 来找到 是在夜目录表里边的哪一项 那么找到哪一项以后呢 然后呢 就去读取它这一项里面的内容 那么这一项 这一项内容呢 它保存的是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指向了它相应的一个页表 呃 所以通过这一项的话呢 就能够定位到它的一个页表 是哪一个 呃 那么对于页表呢 它跟夜目录 夜目录表呢是一样的 也是1024项 呃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这个页表里边 呃 保存的内容呢 跟这个夜目录表里边 保存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夜目录表里边呢 它保存内容呢 是什么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指向了它 就指向了相对应的页表 就是这个表格 呃 所以通过第一项的话呢 就得到了夜表的什么呢 夜表的地址 接着的话呢 这个mmu呢 它再把这个table的值呢 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以这个值呢 作为什么呢 作为所以呢 来找 来找到什么呢 找到夜表里边 它对应的这一项的内容 比如说它是4 那么就会找什么呢 找这个夜表里边 第4项的内容 呃 那么这里边的内容的话呢 它保存的呢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里边呢 它保存的是那夜表的地址 那么这里边呢 它保存的不是夜表的地址了 那么它保存什么呢 它保存的就是实际的物理块号 就是实际的物理块号 通过这个物理块号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什么呢 就能够得到它的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呃 比如说 我们刚刚有漏简一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里这里边 它呃 会把这个实际的物理内存呢 把它分成一个个块 并且呢 给这些块呢 进行一个编号 那么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块呢 就是0块 1块 2块 3块 4块 依次进一个编号 进一个编号 呃 所以这里边 当你这个通过这两项 找到夜表里边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因为这个内容里边呢 它放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放的是一个物理块号 比如说它是6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6这个值呢 我们就知道了 它对的是实际的物理内存块的第6块 对于第6块来讲呢 好我们不以第6块 我们就比如说这是4吧 好了 对于第4块来讲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块 那么这个块 你根据这个块号4 你知不知道这个物理内存 它对应的一个地址呢 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每个块 它的骑士地址都是确定的 比如说第一个块 它是0s7000 第二个块呢 是0s7000 1000 第三个块呢 是0s7000 2000 第4个块呢 就是0s7000 3000 那么你定位到这个物理块以后呢 那么你就转换就完成了 为什么完成呢 因为你这里边 只要把这个ofset的值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物理内存块 这个骑士地址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址转换以后的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我们呢 可以以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啊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有一个向线地址 向线地址 那么向线地址的它的地址是多少呢 比如说它是 比如说它是0s12345678 12345678 那么这个mmu呢 它得到这个地址以后呢 那么它首先呢 呃 会在这里边呢 进行一个划分 划分 它首先会取出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呢 它刚好是高什么的高实位 高实位 那么这个值的高实位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0x0s12 就是0s12 然后再取出它的中间的什么呢 中间的实位 那么中间实位是0s345 接着呢 取出它的一个最低的什么呢 最低的一个12位 678 678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进行一个转换了 首先呢 它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值 因为最高位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0x0s12 0s12 那么它呢 就以0s12呢 为所以呢 来查看这个夜幕录表里边的 这个0s12第一项内容 那么这一项内容呢 它其实指定的是一个页表 是一个页表 页表 那么找到页表以后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以中间这十位的值呢 来做索引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0s304 以它呢 作为一个索引 然后呢 再在这个页表里边呢 去找 页表里边去找 那么 在这个页表里边呢 它每一项呢 它对能的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物理 一个块号 物理块号 比如说 架设 我们这里边的0s345 这个页表里边的0s345 它的块号是什么呢 它的块号是2好了 它是2 它的块号是2 那么 根据这个块号是2 这个值呢 我们就能够什么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实际的一个物理块的一个地址 因为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呢 这个物理内存呢 它的其实地址是0s7后面7个0 那么它的第0块的其实地址呢 是0s7后面7个0 那么第一块的话呢 就0s7000 100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00x70002000 所以 所以 我们来看 通过这两步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什么呢 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mmu的通过这两个字段呢 它就能够定位到实际的一个物理块号 它定位到实际的物理块号以后的话呢 它就能够定位到实际的物理块号的什么呢 实际的物理块号的它的一个物理地址 物理地址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它的物理地址是0s70002000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物理 物理块号的一个真实的物理块号的歧视地址呢 就确定了 那么最后的话呢 再得到再取出这个outside的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们这里边得到的这个物理块号的歧视地址 那么就是 它再加上一个0x678 那么最终呢 就得到一个0s70002678 所以通过这个过程的话呢 就把什么呢 就把0s12345678 这个什么呢 这个虚拟地址呢 转换成了0s70002678 这个物理地址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存印射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印射过程以后呢 那么我们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先通的一个虚拟地址呢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不同的页目录和页表呢 来让它映射到不同的一个物理地址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虚拟地址映射到一个物理地址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了这样的过程能干什么呢 那么通过这样的映射呢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里边呢 其实它的根本呢 其实还是在于说这个页目录表和这个页表的一个实现 因为这里边的值不同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什么呢 把相同的一个线性地址呢 来转换成一个不同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Linux的进程里边它所实现的 因为我们知道哈 这个Linux内核里边呢 它呢 是它呢 是有一共4G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4G 那么这个4G的虚拟地址空间呢 那么 它规定了 那么3G到什么呢 到4G-1呢 是Linux内核空间 那么0到3G-1呢 是用户空间 是用户空间 那么内核空间呢 我们知道内核只有一个 所以这一个内核的话呢 它就共 它就使用3G到4G-1这样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但是呢 对于用户空间来讲呢 我们这个用户空间里边呢 运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进程 那么这么多的进程呢 那么每一个进程的话呢 它要想运行程序 它有自己的数据 有自己的程序 那么每个进程的话呢 它必须呢 要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呢 要有自己的一个进程空间 那么在Linux内核里边呢 每一个进程呢 它的进程空间呢 都是0到3G-1 那么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来了 因为每个进程的话呢 它的地址呢 都是0到3G-1 假如说不同的进程 我向这么0X 0X12345678 这个地址写值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呢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发现了 比如说进程1 我先往这个地址写一个1 然后进程2 我再往这个地址呢 写一个2 那么进程1访问的时候 这个值是1还是2呢 答案是1 答案是1啊 因为虽然每一个进程 它的进程空间呢 都是0到3G 那么它也就是说 它的虚拟进程空间是一样的 但是呢 各个进程呢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夜目录表和夜表是不一样的 夜表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可以做到不同进程呢 它可以把什么呢 把同一个虚拟地址空间呢 映射到什么呢 映射到不同的一个物理地址 不同的物理地址 那么最终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地址呢 那么你实际写进去的值呢 也就会放在不同的物理地址里边 好 那么通过这种机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所有的进程呢 它共享0到3G讲1 这样一个公共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同时呢 每个进程呢 它都可以保存自己的私有数据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Links内核里面的一个 内存映射的机制 那么了解这样的机制呢 对我们之后的课程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把它讲得清楚了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 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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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